偶像給你選項 挖坑給我挑 沒有啦 怎麼會 不能做好 第一個是愛良 第二個是露露 第三個是王若玲 好啦 大家好 我是蔡明佑 記者現在所在的位子呢 是在蔡明佑9月28號 變心季的演唱會的會場 會場呢 即將在7點半 就會準時的開演 那這一次蔡明佑呢 出了全新的專輯 第六章的變心季專輯 裡面有非常多好聽的歌曲 揭開了她的一些 腹黑的心裡面真正的話 究竟她會怎麼樣 用真誠的音樂 跟大家分享這場音樂會呢 讓我們一起看下去 安安大明顯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明佑 在內容上面 其實我突破了 過去的陽光暖男的形象 我不再只是一個 乖乖牌的小孩 我變成一個 怪乖牌的創作 小財人 希望可以把一些心裡面 比較暗黑 然後比較附黑的一些話 說出來 因為其實 人憋久了 是會生病的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真的把一些心裡面的想法 說出來 主要是被 就是很多人變心 是不是沒辦法承受 你準備好了嗎 我要報一些料 這次聽到要跟他一起合作 我超級興奮的 然後看到腳本以後就發現 有點後悔了 因為有一些很大膽的嘗試 是過去的 我不會做的 大家不會想到我會做這件事情 包括在MV現場 有一些譬如說 接吻的戲 拉面然後吐在女主角身上的戲 都是在腳本裡面沒有的 我其實對那個 就是幫我接面的那個 就是幫我打光的 同仁 有一點 就是拍MV的那邊的人 有點不好意思 因為我在吐那個面的時候 它是這個大範圍的噴射 所以其實整個有噴到他的鞋子 然後我發現他那天穿的鞋子 還滿新的 所以就是 對不起 白鞋嗎 對不起很抱歉 那如果今天呢 又要拍像電視機 裡面出現的東西 嗯 會選哪一位好有機會 我現在給你選一下 挖坑給我挑 沒有啦 不會 你先做好 第一個是愛以良 第二個是路由 第三個是網絡 三選 很難耶 這怎麼選啊 好啦 愛以良啦 愛以良為什麼要 因為在 季良這首歌 就是沒有跟他吻到啊 因為照理講應該 變性季友的話 季良應該有一下 然後我覺得愛以良 其實還滿狂野的 就是 我跟她 我跟她的吻性 應該不會有什麼 天雷溝動地火的狀態 所以就還滿安全 這可以講嗎 就透過那個 電台的播歌 然後 對對方傳情 然後 唸了一段就是 真的是情詩 然後 你怎麼會作詩啊 我不會作詩 但是 她 她其實很 很淺白 可是就是 弄哭她的這樣 就她整個在那個 就是公園的椅子上 錯氣 然後拍了那個地板的 眼淚字給我看 對 就還滿浪漫的 當時的 心情是 我就是很想衝 然後很想要急著告訴大家 我的 音樂能力 所以其實在第一張專輯 它是一個青澀的狀態 就是我比較沒有 太多的侵略性 我只知道說 我唱這首歌 大家 還滿喜歡的 其實在當時 就是那個狀態被留下來的 其實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所以 我很高興到現在還有我可以 至少讓我現在 不會沒飯吃 謝謝我可以這首歌啦 大家都還是 這麼愛唱 然後 婚禮 其實很多人邀約我去唱婚禮 然後我也很希望可以 就是獻上祝福 可是 滿可惜的是 我現在就是 開始唱一些像變心劑的歌 除非你婚禮想要找我去唱個變心劑 或者是 獨佔 或者是伎倆 這種負面的歌曲 那我 我應該可以去喔 我會好好做的啦 就是這張專輯這麼難得 我希望可以介紹給很多人 然後讓很多人喜歡這張專輯 進而 會想要來聽我的演唱會 這樣就有機會上小巨蛋 祝福可能在一年後 就看到你上小巨蛋對不對 好 到時候 到時候你們就是 如果上 那我們再去訪問 或是幫你拍攝畫面 你們可能會被擋在外面喔 沒有啦 沒有啦 一定會 欸不要靜音耶 這一段是剛性的 好啦好啦 一定會讓你們到後台自己獨家好不好 好 出下來都可以 對啊 不然你要去哪裡拍都可以 跟到廁所都讓你跟 好 會不會太過分 9月28號會在華山的Legacy 舉辦這次變心劑的巡迴演唱會的 唯一一場的演出 不管你在哪一個階段 至少我們都一起經歷過 過去的某一段時期 也許我的哪一首歌 是你的回憶 是你的過去 那 希望你可以把握這次的機會 除了聽我唱新歌以外 然後 我們一起回到 那個當年的自己吧 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 不用再多說明 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離 我多麼想每一次的美麗 是因為你 我覺得我可以是經典不是沒有原因的 因為 他沒辦法變成變形般的 他就是長那樣 他們加怪之中的我可以 那需要一些伴奏的幫忙 我可以 給你